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有可能成为今天的大赢家 大家好 摩天下 美丽百天下 欢迎各位来到新概念面膜品牌 摩天下全程光面播出的大型调查真秀节目 你正常吗 大家好 我是阿朗 是的 来到这里呢 每个人都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你正常吗 今天是收官之作 最后一集 舍不得说的 不哭的 眼太大了吗 对对对 你赶快切啊 你让我好尴尬啊 不是 因为我突然就看到你 又看到刚刚那段VC 是 我们说得出话有点不舍得 所以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要感谢一下 在今天特别的最后 第一季的这一集当中 我们要跟所有的网上的朋友讲 希望呢 我们今天把嘉宾迎娶的 所有心愿红包要送给 关注过我们节目公众账号 晒出过我们自己心愿的网友 所以这一刻赶快拿起手机 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今天也许你就是那个幸运 而扫描了那么多天 这一天我们想给你送点钱 终于来了 好吧 谢谢你们 今天的两位挑战者呢 也是非常大 来头一位一位来请好了 好的 首先请出这第一位 第一位呢 可以说是华人主持界的翘楚了 太棒了 像我跟这一位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我们都有一位 随时会失控的女搭档 哎 干嘛这样说啊 我们欢迎蔡康永先生 蔡康永先生 太棒了 欢迎蔡康永先生 你们这节目怎么会有两个男主持人啊 怎么会这样子说坏了你啊 讨厌 但是听说康永哥 你把Ella评错 是你心目中的五大美女之一 怎么可能 康永哥你有说过 你不能否认 你快点跟大家承认 有讲过吗 有 你说我跟谁 还有谁 小S啰 对 还有谁 林志玲啦 哦 还有谁 小S 林志玲 林青霞 林青霞 哦 还有谁 呃 还有 英 英国女王 哈哈 怎么Rage那么广啊 可是刚刚刚我们跟有提到林志玲 我跟女神是同一个等级 但是 人情 你是女神经病 听我说错了 我虽然是女神经病 但是我在曾经某一项票选当中 啊哈 最受欢迎男艺人 不是啊 漂亮 没有 是台湾第一美 我竟然赢过志玲姐姐 没反应啊 快 co 你这个谁 你怎么没 你怎么没 要 蛤 蛤 你怎麼沒 你怎麼沒 志玲姐姐真的錯了 歡迎 謝謝 歡迎我的手下拜託 歡迎 志玲姐姐 但不擔心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就從女神變成女神經病了 你會不會覺得你會失控 你有沒有可能失控 怕我講出太多不該講的事情 我們就是希望你失控 真的嗎 可以答應我們失控嗎 好 就失控一下吧 我們來看今晚的第一題 來 請看 請看 第一題題幹想和你去吹吹風 這道題目是由一位明星 在迪士尼進行場外出題 請看大屏幕聯繫 ī 叵 請看大屏幕聯繫 與意 私倫 这是摩天下 美丽满天下 今天的第一道题目 站在高处就害怕正常吗 看情况 有的时候被邀请去 站在透明的那个台子上 要看底下风景的时候 觉得挺吓人的 我想到一个怪事情 就是请问高个子的人怕高吗 我比较不怕高 你不怕 所以你敢往下看吗 可以可以 你刚说那种透明的 我就很敢往下看 然后或是刚刚那种云霄飞走 我就觉得好刺激哦 原来志明姐姐姐 所以如果 如果刚刚那一位 跟你去游乐园玩的话 男生不敢玩那个 你会觉得 我一定会劝他上去 要把他抓上去 对 我会把他抓上去 其实恐高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 对啊 因为高一定代表危险 没有人不会害怕高 就他即便很小 那就是正常啊 这么快就有答案了 你要cue我们 我们才能够按了 对 两位都把手放在推杆上 一人一支 那这我们不听话了 不听话就没有办法拿起 哪有那么叛逆的来宾啊 13亿观众就会讨厌你 我觉得华少现在 因为很羡慕我 就是我的手 要握在赤里面手 哎呦呀 哎呦呀 华少你该不会 现在想要变成打地址了吧 没事 待会我会用 用我的方法 好了 今天是收官之座 当然第一道题 我觉得相对其实比较简单的 是 是这一季以来最简单的一道 对啊 站在高 因为我们打错 我们打错 好像很快一样 你们的智商就会变很低哦 站在高处就害怕 正常吗 价值一千元 心愿红包 两位请准备 正常吗 正常 三 二 一 请选择 选择了正常 是的 答对了吗 还没 还没 还不知道 他会公布答 别紧张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题 他们答对了吗 请看 在高处就害怕这件事情 对于一千万人参加的网络调查 来讲是正常的 耶 太好了 网友们有钱拿了 我跟志玲答对了 有一个庆祝的动作 有吗 好 来一下 来一下 志玲指定的这个动作 可是我们两个那个部位 有点对不准 真的吗 我们可能要在前面做这件事 好 好 所以我们 一 二 三 开手 厉害了 恭喜拿到一千 那大家分享一下 在62%的我们的调查的网络群体当中 都会有人有恐高的现象 如果从星座来讲 听说水瓶座是最恐高的 是哦 因为水瓶座 它可能水瓶比较高嘛 对 哪有这回事啊 你很说得着 你好会乱掰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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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节目呢 每一期都会有八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与 你正常吗 调查的小伙伴们来到现场 非常感谢这八位网友体验团 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耶 耶 哈喽 跟大家说嗨 首先呢 是来自湖北的公姐邱惠敏 来自连云港的老师张岳阳 来自大连的分析师孟维璐 来自青岛的乐队吉他手杨东铭 Rack 来自深压的广告策划徐希 来自死船的自由职业者段树军 来自杭州的闻蜜顺佩莹 以及最后一位来自傻嗨的学生玛丽 耶 掌声欢迎他们 好的 接下来的题目呢 就在这八位网友体验团当中 这一段呢 总是以貌取人 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 对 还是能不能从他们的气质上 找到答案的问题 没错 漂亮 解释真好 我们这是默契绝佳 给米白 哦 张屁股啊 张屁股啊 哎呦呦呦啊 好 我们先来看看大屏幕 这一道题目价值 新月红包两千元 请问谁号称中国蹦击第一人 哦 所以我们的线索就是要看他们哪一个人 长得像会蹦击的人 可以问问题 你可以问问题 但他们不能答 对 这什么意思啊 白问了 我是主持人 我不可以问谁 你冒起源 他有很外表 只要这样想 好 我们来给一些线索了 如果是参加蹦击这种极限运动的人 会不会是比较 看起来胆子比较大的人 第一直觉会觉得是男孩子 你觉得是男生吗 对 男生 感觉比较被动 我觉得不会是摇滚乐手吧 摇滚乐手应该起床都起不来 怎么会 参加蹦 他可以半夜去蹦啊 杨东铭你每天睡到几点 我不能回答 哦 好累哦 林静怡 好快哦 换你问 换你问 他换你问 请问每天你几点起床 哎呦 不要呛 我随便 你看几点合适我都可以 看你迪士了你 这种不是人讲的话 你也说得出 又不是问你 你要考虑段先生吗 我有先把他排除 为什么把段先生排除 哎 等一下你说的也对啊 因为段先生看起来 因为比较有精力对不对 因为这个部分啊 我是不知道答案的 对啊 但是如果我猜的话 我以貌取人我来猜的话 嗯 我觉得是段树军先生 哦 为什么 你看第一 我讲是他他先摇头 欲擒故纵 嗯 凤吉一定是在户外的 对 在室内是不太现实 张岳阳先生跟玛丽先生两个 从肤色和他们的体型 对于人来看 都不像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 张岳阳你站起来 我看一下好吗 嗯 然后倒立 他看起来很像哎 麻烦你倒立好吗 哈 哎呦呦 加油 他真的可以 他他可以 很柔软 好了 有答案了吗 我说啊 看看哥跟捷琳姐姐 抱歉啊 我们一定要讲 倒计时 3 2 1 你们答案是 阿少啊 有 梁子杰大王 怎么讲 因为智琳小姐 你决定要采纳你的建议 漂亮 所以万一不是的话 她至少采纳过我的建议 那智琳来吧 断鼠军 OK 确定答案了 他一直说不是 到底以下八位网友体验团当中 谁号称中国第一凤击之人 真的 请起立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你是对的 对不对 好帅 我们交易要讲信用 好 来 来 我帮你快递到福 哎呀 我也要看什么呀 来来来 1 2 3 1 2 3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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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哈哈 这一集节目到这一集结束了 谢谢大家 哈哈哈 这样就可以结束了 也太容易满足了吧 不可以啊 对啊 还有下一题哦 当然了 你要好好表现 判永哥 这是我的好前辈 判永哥 判永哥 应该的 判永哥 心意继续合作 谢谢 这种传承啊 今天要保持下去 哎 你们那边好了 你们那边好了 人家站很久 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 谢谢 稍微尊重一下 可不可以啊 对不起 中国迸击第一人 断修 一定是搞自己的事情 敬慧 敬慧 来来 断先生 哇哨 你太厉害了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几岁的时候 去做这些事情 1999年开始吧 哇 我这个号称呢 肯定观众很多都在问 所谓号称是 的确这个是没有经过认证的 哦 这个全球最高的蹦击记录 在美国的皇家峡谷 321米 我就在2012年的 在贵州的霸凌河大桥 370米 跳完了以后 中央电视台和腾讯 你们都报道过 就不需要我再去证明了 对 这个记录是存在的 但是没有被官方认可 所以叫号称 就是这样来的 哇 谢谢小姐姐的分享 掌声鼓励 谢谢你的分享 来看一下目前他们一共拥有 多少的心愿红包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3000人 哇 太棒了 网友们有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 好的 请看第二题 感觉无对在爱 价值多少心愿红包 请看3000块 提面试请看 海涛 我们去玩那个吧 这个是挺好玩 我上了个小白 我上了个小白 你来说什么 我上一次 我上次 我想过来玩这个 然后白白的浪费了半天的时间 然后 很胖 有点胖 没事 为什么马沙上课来的时候还烫 马沙上课来的时候还烫 马沙上课来的时候 什么 什么 那个鱷鱼叫马沙 然后旁边的那个叫沙拉 海涛 我要玩这个 别 我有口高症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求你了 我上次跟小红玩这个都玩哭了 然后记得前面有一次跟小丽来 我上次跟小红玩哭了 小红是谁 小丽是谁 杜海涛 你个骗子 你又说你没谈到恋爱 我没有说谎 我没有说谎 你知道的 你们觉得在恋爱次数上 跟伴侣撒过谎 正常吗 我没有说谎 这些杜海涛先生在 已经今年一轮外景出集了 嗯 题面大家已经知道了 在恋爱次数上 对伴侣说过谎正常吗 就是 正在交往的人问说 智琳你谈过几次恋爱 这时候应该会有警铃赏起吧 会 会尽量把那个数字降低 对 不要贸然回答 对不对 对 你有跟你先生坦诚过吗 我无法坦诚 因为太多了我记不住 十次以内还是以上 以上 谢谢你的答案 一般结婚前会核对这件事吗 康永哥 康永会彼此 我是主持人的 康永 一般夫妻这些节目 是谁会核对这个数字吗 我还没有结婚的 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智琳姐姐 我也我也我也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您单身 那 你会在意吗 会不会 对 从来没恋爱会让人家有压力 如果这样的话 对 恰当的数字 大概是几次啊 恰当应该是五次以内 可能会恰当一点 因为其实很多相亲节目都 几乎都只有三次 因为你讲说 哇 我有十次二十次 不是 我吓到女孩子 对对 我吓到人家 太有经验了 而且好像一直坏 你有遇到过这种 很夸张的男生吗 有 我谈过十几 有哦 他跟你讲他谈过几次 大概也就是十次上下 我就会觉得 哇 太有经验了 应该是每两个月 都换一个女朋友的话 我就会觉得他心应该定不下来 所以为了相处愉快 可能甚至有人会建议说 其实不要真的讲出明确的次数 对 实话实说 你觉得几次比较合适 五次以内 五次以内 就五次以内 结婚比较合适 比较合适 OK 好 那我们要决定哦 好 你们决定 你们确定一下哦 哎哎哎哎哎哎 这不行啊 不要拆道具啊 不要拆道具啊 好 多久 我们的 好 我们的钱都拿来送观众了啦 不要拆道具啊 我帮您的特别失控了 在恋爱次数上 对伴侣撒过谎 正常吗 要超过百分之五十三 讨厌 二 一 请选择 选了正常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好嘞 好嘞嘞 好嘞 好嘞 在恋爱次数上 对伴侣撒过谎这件事情 正常吗 请揭晓 正常吗 真假的 不正常 只有39%的人 在我们的调查数据当中 显示说 他对伴侣说过谎 而且在这一点上 男女平等 两个比例是一样的 但是我这里也有一个数据啊 就是恋爱次数最高的星座 第一名是 射手座 我们竟然都上榜 射手座是没心没肺 擅长暗恋 智琳姐姐那种暗恋路线吗 没有 哎呀点头了 你的闺蜜点头了 我没有 都暗恋谁啊 我想知道哪一行 我没有很喜欢那路线啊 你是那种恋爱一定会告白的人吗 会 你不会的暗恋 以前会 我念书时期一直都是暗恋学校的男孩子 所以我也觉得 我小学就暗恋男孩子 台湾是吃的比较好发育的比较早 没有 你就会觉得说这样去上课的时候心里很开心 然后看到他在打躲避球啊什么就觉得 哇好快乐 对啊会有种期待 这个阶段有多少个人啊暗恋的对手 没有我都专注一个男孩子 从小学到初中 没有就小学一个 国中一个 高中有一个 喜欢的男孩子 如果愿意告白应该很容易成功吧 那时候没有不敢 那时候不敢 哇那你现在要不要告诉那个人 让他后悔一下 结婚了 你还知道他结婚了 有联络的 都有小朋友 所以他一直不知道你暗恋过他吗 后来知道了 你让他一看后悔吧 他结婚了 不要这样再讲 我们要把他名字打在这里吗 不要 是同学会的时候告诉他的 对同学告诉他 不要轻易放老公去同学会 对不起 容易出事了 如果是在婚礼当场告诉他 那个应该会立刻停止办婚礼吧 没有 你愿意娶她为妻吗 我爱恋过你 等一下 不行啊 太吓了 太吓人了 就像Puppy Love嘛 你说那么小时候 很可爱的回忆 比较不懂事 回忆最美 对啦 OK 好 这一题我很意外 嗯 是啦 是比较 但是接下来这道题可能会更可怕 对 因为我看到过他的起面 来 Ella 没错 我们先来看看大题目 好 这一道题目价值 心愿红包四千元 谁为了找到伴侣被迫隐瞒恋爱次数 哦 是怕娶不到老婆 还是怕嫁不出去你 哦 大家看看 你们觉得男生的可能性高还是女生 女生 女生吗 我觉得是女生 我觉得是女生 为什么女生为了找到伴侣要隐瞒恋爱次数 因为男生很在乎 所以她可能想要让自己恋爱次数少一点 感觉单纯一点 男生就不会太在乎 谁看起来恋爱次数多呢 我为什么有个直觉 觉得是孟小姐啊 真的哦 孟小姐或是会恋 孟小姐也太衰了吧 感觉很烂情 而且被你们一世认定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万一没有呢 对对对 孟小姐 你说以孟小姐的吗 她上完这一期节目 感情会不会不顺利 怎么样 徐昕 徐昕我觉得她是一个好人 你不是好人啊 那么谦虚啊 但是你们刚刚 天象的一个方向 都是觉得她的次数是多 所以 但是有没有可能她故意 她故意讲多次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她想要找到 她想要找到伴侣啊 孟小姐了 确定吗 为什么最后选她 刚刚说想要找到伴侣的时候 她这样 嗯 好像很想 有答案了吗 确定了吗 确定吗 五秒倒计时 等一下我问一下我的朋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说答案 你干嘛呀 我们要送红包 我们真的很想要送红包 因为我不找拔柄在我手里 你不要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背 你背对摄影机 好 我可以正对 我可以正对摄影机给你提示 好 永哥 我们看得到嘴型的啦 刚刚我跟我说 是不是 我给你们 我可以正面给你们提示 这个人比较单纯 是哦 OK 那我们 她的意思就是 她的意思是许昕 对不对 对 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答案 倒计时 最后一次 三 我好坏啊 二 一 有答案 给答案 实心 OK 到底谁为了找到伴侣 而隐瞒恋爱次数呢 这个人会是谁的 玩到了 请起立 真是许昕啊 真的是骗说 她有很多次恋爱 没有 我们听她自己怎么说 好 来来 许昕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今年已经27岁了嘛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谈恋爱 然后就很多人会 以前是背着你讲 后来到你面讲 觉得你这个人 肯定你性格有问题 心里有毛病 要么家里特别轴 就怎么讲都是你不对 其实我又不可能 碰见一个人就解释 其实不是的 我初中高中暗恋过一个人 好多年未遂耽误时间了 是吧 所以 后来我干脆就讲 我谈过几次恋爱还好 然后性格不合分手了 或者是说 他觉得我太优秀了 然后感觉配不上我 然后人家觉得很好啊 那你有因此而找到伴侣了吗 有啊 我都快结婚了 很稍息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请问你现在快要结婚那个伴侣 知道你的恋爱次数吗 就是我以为和他讲 他会以为我骗他 但是你跟他讲 其实我真的没有谈过恋爱 他反倒觉得很高兴 真的哦 因为我记得我和他讲过之后 然后他在微信上 更新了自己的签名嘛 他说没想到 一颗嫩白菜被猪拱了 我觉得肯定是在夸我 哇 好幸福哦 好幸福哦 谢谢你的分享哦 也恭喜你哦 来 请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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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目前拿到 七千元新月红包了 好多哦 好了 继续看下一题的题干 请看 这不科学题干 这样的一道问题 价值多少的新月红包呢 请看 五千块 拿到这一道题 你们就上万了 哇 我们来看一下题面是什么 请看 OK 请问 遭遇过灵异事件有正常吗 有吗 智琳姐姐有没有 你常常在那个 飞来飞去的工作 你干什么 你现在中邪啦你 我很怕鬼 你很怕这个题目 所以男生讲鬼故事下 你不能够得到 你的青睞 把头靠到他肩膀上面去吗 你不会过去抱他说 好胖好胖 可是我听说男生很爱带你身 女生去看恐怖片 就是女生会躲到怀中来 对 对 对 我会说 为什么要带我来看恐怖片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一行的人 比较容易碰得到吗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你会碰到 我听到过一个最有趣的理论 他说越红的艺人 越容易碰得到 真的吗 对 我们都碰到过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就放心了 我碰到好多次了 吓死我 因为 因为他说他们是要有找有发言权的人 来证明他们存在 是 因为你有发言权 你有传播力 了解 你有机会在很多地方去讲给人家听 难怪 他们要表达一些 他们要找那些有发言权的人 这很有趣 这个理论很好玩 所以他会愿意找你 那这一题的那个奖金就送给 在扫描的那一位好兄弟朋友 对 灵界的朋友 两位请决定请把手放在推杆上 遭遇过连异事件正常 到底这么正常 感觉很正常 所以如果照刚才华少的这个理论的话 其实 应该是 有发言权的人是比较偏少数才对 嗯 所以也许大多数人不一定能够很明确的碰到吧 对 而且呢 我觉得一般人不会这么常碰到 依据我们的习俗 应该也不太愿意透露碰到过这件事情 对啊 来 请把手放在推杆上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不正常 哦 是不是有了一个 好像是汉永哥比较坚持不正常 但是志玲你会觉得要正常对不对 不正常 不正常 确定吗 我觉得一般人应该不会有这样子评 确定吗 确定吗 那还可以改哦 不可以 那你觉得我们确定吗 要干嘛 好玩 无聊 我们来看一下 遭遇过灵异事件这件事情 正常吗 请看 一千万人的数据大调查显示 这件事情是 答对了 恭喜你们答对了 看到了 恭喜他们 现在来到一万两千元的新月红包 这些呢 都是要送给我们腾讯所有的网友朋友的 不要忘了 我们在中午12点会正式的开发红包 各位要积极拼奖 哇塞 跟大家讲一下 只有24%的网友说 自己遭遇过灵异事件 在这当中呢 15到18岁的网友 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最多 而且遭遇过灵异事件比例最高的地区 你们知道是哪里吗 西安 西安 古都对不对 对 云南 云南 南京 在网络上 投票表达比例最高的地区是台湾 比例几乎是其他地方的两倍以上 是假的 台湾都是鬼梦 台湾的网友 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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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纷表达 觉得台湾真的是 情义节目比较多 所以大家也要这个事 好 正不正常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各自用宽容心态来面对了 心理健康就不要害怕 老虎话还说呢 对不对 深圳不怕影子斜嘛 下一题 请看提看 西当爹 来看一下价值多少的心愿红包 7000块 请看提面 状况是 请问 觉得有孩子之前更幸福 正常吗 因为大家不是都有了孩子后觉得婚姻 但是有孩子比较幸福吧 对 两个人相处也比较甜蜜 可是也有人有了孩子以后婚姻会出问题啊 会比较多问题 然后妈妈很容易因为有了小孩 把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 对 而忽略掉另外一半 所以等于说 如果很珍惜两人世界的话 就会觉得没有孩子的时候 比较幸福一点 可是以大众来讲 应该还是 有孩子以后感觉比较幸福吧 有的夫妇他们说 结婚那么多年 能聊的话都聊完了 对 所以如果没有小孩的话 他们简直不知道聊什么 怎么继续 所以起码有小孩 起码每天还可以聊一下小孩的事情 有一个共通的话题 对 维系住这个关系 我认为有孩子更幸福 虽然在我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认为没有孩子更幸福 这是我的经验 我太太也是 因为有小孩是件蛮痛苦的事 而且怀孕过程是件很痛苦的事 是 对不对 有很多女明星也是 没有小孩的时候 接的都是化妆品的广告 对 有小孩就接洗衣粉的广告 而且以前都可以演偶像剧女主角 现在是偶像剧女主角她妈 对 但是你不是很想生小孩 因为你觉得你生完小孩以后 就会变大 我怀孕的时候就会变大 我怀孕的时候就会变大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还蛮期待 那一天的来临 最好就 那有本事就一辈子 一直维持怀孕状态 是个夜更想做妈妈吗 嗯 假的什么时候要做妈妈 先结婚 对 志玲姐姐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新闻 说你有动软 没有 没有啊 没动啊 没有没有 孩子姐 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 是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 两位先把手放在推改项 停 那我们就往少数走 根据调查觉得有孩子之间更幸福这件事情正常吗 两位 三 二 一 请选择 选择不正常 不正常 我们来看看他们答对了吗 请看 答对了 恭喜你们答对了 哇 发友哥吐了一口气 恭喜大家 不过比重没有很高 对对对 但是呢 只有44%的父母 他觉得生孩子之前更幸福 也就是说只有有56%的是站在反方向 双方差距很近 差距很近 接下来叫 专制各种不服 嗯 像很霸道的题目 很霸道 来看一下价值多少 新院红包 请看 8000 来 请看一下题面 请看 我才是真正的吵架王 你去死吧 我是一个很有吵架天赋的人 我是吵架王 可是为什么每次我吵完架 我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 这样正常吗 天哪 发友哥 我觉得阴魂不散的感觉 我好不容易躲到你们节目来 我怎么又看到他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你们真的太有心了吧 可是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会 视频姐姐也会跟人家吵架 我不太吵架 可是当我生气的时候 把那种情绪讲出来 别人都会这样 嗯 你在生气啊 讲完了吗 这个感觉好像 就感觉自己很弱 所以我都会常常觉得说 我没有讲好 没有发挥好 没有把真的 重点 天哪 林志玲也会骂人啊 也会吵架 他在吵架超弱的吧 真的吗 对 就是弱 所以说发挥不好很正常 他跟他分级你应该算最烂的那一集吧 对对 华上你是好舌头 你应该很会吵架吧 我会啊 我超会的 你现在骄傲是不是啊你 我会损你 你能够立刻 立刻 损回去 立刻 真的啊 不带成样了 真的哦 真的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跟他吵架了 对 但是有些人太过分 即便他是陌生人 特别是他伤害到 我的家人或者我爱的人 那就没得商量 哇 那就没得商量 好man哦那一个 那就没得商量 你会吵架吗 我是这一种 我有时候回去会重新温习一遍 然后觉得我没有发挥好 是啊 我好想看一下 蔡康永和林志玲吵架是什么样的 对啊来吵一下 欢迎一下他们演示一下 我们两个吵架 比如说抢停车位好了 抢停车位 比如说志玲姐姐要先停 他看到一个停车位 他已经慢慢要过去了 结果你开车技术比较好 你一把就冲过去了 然后志玲姐就生气了 所以你们开吵了 你以为你很红哦 我先来的啊 你出道多久 我出道多久 我刚刚先来这边 先生你们有看到吗 你长得高就可以站停车位吗 有帮矮子出一口气 可不可以 很帅的 你还没有耶 你没有半句吵架 志玲姐姐被抢到停车位的人 是炮永哥 骂他 你抢到我 你怎么漂亮 哇 你好漂亮哦 你这样不会保护自己了 来来你看我们两个吵一次 来来来 来来来 我先看到的 看到什么 我看到那个停车位了 看到了不起啊 我先停的 但是我正在砍油门啊 砍油门了不起啊 我已经停进来了 你要怎么样 我先停进来了 停进来了 我停进来了 你会怎么样 我现在要你把他提开出去 我要停 不要 油本事你打我 你什么要提给我 你凭什么你哪位啊 小姐你干嘛 我陈佳化 佳化怎么样了 你哪位你哪位啊 要你管 我老婆小孩子 干嘛 动手上 动手上 你打我说 没有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说 我现在就是要把我的车给开进去 好 我不管你车会发生什么事 我就是要把他给开进去 你来啊 你来啊 你走 你在那边 你在那边等着 你等着 我 我去开车 是 他跑了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算了啦 我跟你讲 把酵硬盖 天哪 K.O.U.W. 我要讲 这吵架最不厉害的是什么 是什么 鹦鹉学舌 就是 你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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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半个多松头还在问 那个很无聊 一开始看热情 后来连看的人都没有 所以从这一点 我刚刚还蛮佩服他 他有一直在找生路 对对对 他就是 他就是那个气质上 他属于那种 比较粗犷型的 对啊 Round 3 Ready go 朋友哥 不要对他渴气 帮我搬回一船 我先看到的 哪里买的西装啊 这颜色太吓人啊 你教教我吧 我还找不到哎 非常好 我先看到的 你先看到这件西装 卖给你啊 车位 不要装糊涂 车位我先看到的 出去 立刻出去 你不出去我帮你弄出去 你有车吗 你那个车凭什么停进来啊 你有没有素质啊 有素质人 我先看到这边 我先进去 你凭什么站到他的车位啊 加油哥 K-O-U-W 华少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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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属虚动 我本人平时是很和善的 没有这件事 是具本要求 对不起 有素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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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觉得自己没法会好正常吗 好正常哦 正常 正常啦 大家都会后悔 除了华少 主要我们大家三个都很不会吵 对 对 因为你在吵架急的时候 你身上线都嗶嗶声 你脑子就不清楚了 讲出来的话 你就觉得哎呀 我那时候干嘛这样讲 对 情绪激动的时候 讲不好的理由 回去才会想 回去才会仔细地分析好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 确定嘛 确定哦 两位请把手放在推杆上 3 2 1 请决定 正常 他们选择了正常 在公布正确答案之前 我们有一段街头访问 我们来看看 在街头的路人 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来 请看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好 你会不会觉得 你每次吵完架完 会觉得发挥不好 哎呀 我常常犯这个错 哎呀 我要这么说 该好了 所以会觉得发挥不好 哎呀 对呀 嗯 一般 一般我都赢了 会 觉得自己发挥不好 对 就觉得我吵架稍息会没有 就私心很乱吗 你有吧 有 他们的朋友 经常吵架的 有 有 不吵架一般 不吵架 不吵架 我们很少吵架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 那你 大部分 是会还是不会 大部分会 我们这一位小姐也是觉得 吵完架 没有发挥得很好 谢谢萧敬腾 谢谢 萧敬腾在香港 香港没有下雨 哎呀 好 我们来看看这套曲目答对了吗 答对了 请看 恭喜你答对了 答对了 而且比例非常的高 有75%的人在吵架之后 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 51到60岁这个年龄的占40% 大叔大妈是吵架王 我对这个答案还蛮高兴的 就假设大家起码不太会故意 很会吵架啦 对对 要不然这个社会气氛也太暴露了 对 好 恭喜你们又获得这一题的心意 好吗 加油 太棒了 好了 第一轮就全部结束了 艾拉来跟我们讲第二轮我们怎么玩 好的 让我们看看大屏幕游戏规则 本轮共有三道多选题 第一题为必答题 二三题为选答题 每次答对都可以选择闪人或是继续 但要是答错的话 不好意思 第二轮红包全部清零 你只能保留第一轮的心愿红包 和之前的节目相比 今天的多选题大大提升了难度 那你那么难要怎么选呢 别急 六位明星组成的帮帮团 勇闯迪士尼为你排优解难 一共有三次求助机会 如果你选中的明星在迪士尼 成功完成挑战任务 就可以帮你删去一个错误答案 如果明星挑战失败的话 恭喜你财中地雷啦 你只能继续靠自己咯 祝你好运 明星来自台湾的朋友 祝你好运 你们看得懂吗 底下的拼音你们看不懂吗 玩 玩不死你吗 没有 人家这么懂啊 好厉害哦 玩不死你 你们是这样对待我们是吧 对对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一轮真的变难了 第一题是必答 如果第一题已经错了 就没有了 后面就都没有了 志玲这么难得来到贵节目 那么早让她走好吗 当然不好 其实我们可以录完了去吃顿饭 先来看看第一道题目的题材好了 好不好 第一题 男儿当自强 价值一万元 很高哦 请问 男人最不能接受伴侣哪项比自己高 天哪 身高 收入还是学历 这一题针对志玲姐姐啦 对不对 你身高又高 收入也很高 学历也很高 交往过的人应该 你没有因为高这件事 不跟那边交往 对 没有因为身高 我觉得男生好像 不会因为身高而在乎 就打配糖肤就对 可是会不会有其实条件很 符合你的想象的男生 只是因为身高这件事 结果就放弃追你了 有 有哦 有 那你会想要鼓励她说 不要这么在意身高这种事 会 就 会 对 对方应该很高兴 被你鼓励吧 没有耶 我觉得好像她都还是会介意 我觉得现在很多是 她会很在乎大家的眼语 大家的眼光 就是你要叫男生去舍弃这些其他大家的评论 好像有点难 尤其现在报纸都会是直接做一个什么评比表 对对对 几分几分 对 对 智琳的学历也高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障碍 智琳是三高级 你不要再让我伤心了 感觉到来打击 想的比较多 男生会介意 我看到很多情侣其实都女孩子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应该身高可以排除 学历 学历好像还好 至于学历啊 男生也很介意 在内地有一种不健康的讲法 我们人分三种 是 男人 女人和女博士 女博士独立为一类 对 如果是独立为一类 因为男人也会介意 可是学历是两人共处的生活当中 最不外显的一件事情 收入是很容易感觉到压力的 小孩要交学费啦 出去吃什么菜 点哪一道菜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收入的压力 会立刻出现 就感觉大家看的成就 会比较放在这个 那怎么办呢 身高先排除好不好 我觉得身高好像男生 比较能够接受 这个是不是可以选 那个明星帮帮团 可以 我们先靠着他们消掉一个 对 如果去掉了最好 没去掉也没损失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用一下明星求助 来 来 选一个 下面那个都是他们去玩的游戏 对 要不要选杨子山好了 好 好 来看看杨子山的灰熊山谷 急速矿车 请看 哇 我的任务来了 那我选中间那个吧 杨子山将在一轮矿车游戏中 完成指定歌曲的演唱 整个过程中不可断场惨次 否则任务失败 紫山 车上风可大 小心摇到舌头咯 好 我 我要的任务 蜘蛛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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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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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太明白了 我唱完了 爱人以后 能够着你 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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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选得漂亮 对 这样就可以去掉一个错误答案了 对 好 请去掉一个错误的答案 的确是智琳姐姐第一个去掉的 这样我们应该比较有把握了 有把握了 请把它搬向正常面 并大声地说出 你们的答案 收入还是学历 好 可以吗 真的吗 好 3 2 1 收入 确定答案了 是收入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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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答对了吗 请看 第一题必答题 1万元的心悦红包 他们替广大的网友拿到了吗 请看 答对了耶 收入真的很容易引起冲突 所以智琳姐姐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收入比自己高的才可以 你这样好像让我更觉得好像很难找到另外一半的 你现在收入的压力是让大部分男人都绝望了吗 不是 不是 你知道这个年纪我要找年纪比我大 然后 然后又很疼我 然后又不会在乎身高 然后又最好是大家 都觉得很不错的好人 我觉得的好人 就好多 而且还要承担这起跟林志玲在一起的社会的眼光 对 这个一定要 这个蛮重要的 所以这一题我们得到的奖金可以分这么多出去吗 目前已经有三万七千块 总数三万七千块 而且不表示我们可以保住这笔奖金 当然还没有 对 因为接下来你们要决定要留下来打笔还是要离开 留下来就可以拿2万分给大家了 那很好玩 对 很好玩 每个人都有机会 有微信吗 有 有 可是那天大家就 我教你怎么抢红包 来 把我手机拿过来 我教你 你这个实在是 稍微有点进去 他又会吵架又会把妹 对啊 他是高手 他双一尺 要留下来吧 留下来 对啊 留下来 对 我们就是要送奖金给各位 确定吗 玩到底好不好 确定 既然你们决定留下来 好 请两位到前面摆一个刚刚那个庆祝的动作 好 来 1 2 3 4 好 拍手 好 好 娃尔 我也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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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变态 不要这样看 不要这样看 娃尔不想跟你有怪 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怪怪的 对啊 家伯 我说完头乱七八 糟了你 好 下一次 好 来 下一次 你们怎么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感觉 对啊 好 第二题 新技能GET 价值两万元新月红包 请问你最希望又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瞬间移动 隐身会飞 刀枪不入 我选好了 我要 我都要 我选好了 我要瞬间移动 两万块 你是瞬间移动吗 瞬间移动 你要瞬间移动 那我要瞬间移动 看我刚才会飞不是比较方便 为什么要瞬间移动 会飞还要花时间 你瞬间移动 你瞬间移动万一撞到墙怎么办 没有 她移动 你有没有看到过杜教授 她就是立刻到下一个地方去 她在想杜教授 秦宋宇 对 秦宋宇 对 秦宋宇 俊玲姐姐不用配合她是不是 快快手指打来加微信 快信的最好 秦宋宇 你有本事移动啊 赶快带她移动 赶快移动 你也会 又错过机会了 俊玲姐姐太配合了 你不要吃辣心 对不起 音乐一下就 忍不住啊 忍不住啊 太好控制了这女生 瞬间移动 瞬间移动很好 可以解决春运的问题 我觉得瞬间移动 你不用看人家抢啊 对不起啊 这么多人同时瞬间移动 还是春运 真的哦 大家瞬间移动 我第一眼想到的就是隐身 我想隐身是因为隐身可以有机会让人有特权 什么特权 就是你想 我隐身了 我就可以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出现在任何地方 对 我有机会了解所有人的秘密 啊 我有机会听到所有消息 因为没有人可以知道我在哪里 是哦 对 是啊有特权 他会比一般人多知道很多难以知道的事 像我们这种学者型的主持人 我们就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哦 这样子 那我是哪一型的啊 大神型 大神型 用大神两个字 那除了这些能力之外 你们还有想要什么能力 会飞有点无聊 因为经常航空管制 我觉得高枪服务比较辛苦 因为你好像会被派去做一些粗活 对 就是一有坏人 大家就希望你去挡他 你先挡 对 对 就加两万 错 就刚刚一半没有了 对 四选一 那现在不能有帮帮团对不对 可以啊 可以 那我们可以靠帮帮团去掉一个 帮团去掉一个好了 要选一个 万一选错了就没有 那我们还是选杨子山啊 不行啦 你好聪明啊 我怎么也是读过书的人 好有的 我觉得小小师姐听起来容易 好吧 那你选他吧 小小师姐好不好 请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郭品昌 所以我就对了 为了品昌长腿欧巴 能够有一个浪漫之旅 节目组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位 血曾已久的重量级神秘女嘉宾 给他同游迪斯尼 不过他们俩必须要完成情侣间的一些 情侣动作才算过关 很轻易于因为 很轻易于 我们俩必须要完成情侣的 你要完成情侣的 我们俩必须要完成情侣的 我们俩必须要完成情侣的 啊 身形对望三秒钟 身形对望三秒钟啊 好 我喜欢 8 9 10 时间好短 牵牢 这是一种牵牢 你知道吗 把我的心 干你了 把我的心 这是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再让我吐一下 我自己也想吐一下 好 来 史上最残酷自拍 如果我和女孩同事掉到水里面 你会先救谁呢 那还会说 我就知道 对肯定是我 你 对 好 好 好感人 帮我们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 好恐怖 那天我们不是在吗 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一段 我没有太精彩了 好可惜 好 恭喜你们又选对了 谢谢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瞬间移动 不是 太好了 太好了 把我们去掉一个大敌人 好险 我以为是瞬间移动 我要瞬间移动 我要 不管把它晾回来 晾回来 你去 你移动过去晾回来 我干嘛 现在 这剩三要 快意外了 这回就不能再用任何帮忙了 是 隐身 会飞 刀枪不入 三个里面有一个是网友选的最多了 请问是什么 我过去的经验 我遇过这一类的调查 我每次都以为是会飞 可是很意外的 大家都喜欢隐身 我也觉得大家会选隐身 因为大家都想偷窥别人的秘密 看看在做什么 尤其是如果 有另外一半就想知道 他到底在过什么样的一天 对不对 可是我想飞 你去啊 可以坐飞机 请 你好 你好很帅 你也不拉我一把 还有了智琳 他真是完全不珍惜你 对啊 你不要变那么多你 没有没有没有 做一期了你 你不要这样对我 做完这一期再飞 好好好 可恶 请把手放在飞边上 好 来 我只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 在以下的三个答案当中 那个你们要选的答案 领先度是很高的 是哦 我给你们三秒钟最后做决定 你觉得是会飞啊 三 二 一 有没有答案是 相信你自己 隐身 这道题如果错了 挑战就结束了 对啊 他们会回到第一轮的奖金数 也只能给大家送那么多红包了 来 请公布 先确定一个错误答案 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在当中只有5% 隐身跟会飞 从小每个人都做过会飞的梦 一定是 想当超人啊 小时候会 慢慢长大了才会有人发现隐身原来很棒 那么到底是小时候跟隐身 长大以后哪个大家更加看重一些呢 功夫正结 好可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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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好可爱哦 有42%的网友都选择了隐身 有24%的朋友选择了会飞 差很多 对 差很多 所以其实隐身是大家比较想拥有的超人 对 在那个部分我们会有机会 既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又不被发现 好了 这里是摩天下美丽满天下 由仙概念面膜品牌摩天下冠名播出的 你正常妈 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 各位 你们现在已经有机会分到不少新月红包了 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位吧 跟我们继续加入 现在来看看他们能帮你再拿多少 Ala 好的 我们来看看 最后一题 如果你们成功的话 拿走9万7 很多很多 你们现在就离开有5万7 很不错啊 但一旦失败的话 只剩下2万7千元 怎么样 要留下来还是要离开 我觉得 离开 有人喊离开 当然是要继续啊 我觉得 华少这样好了 就是呢 我先离开 确保有5万7 然后 智琳如果成功 就有9万7 这一个还真的是万超之错 还不错 还不错 一定要两个一起行动吗 对啊 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真的太难得了 就是 我跟林志玲两个人站在台上 唯一一次是主持金马奖 所以呢 就是两个人好不容易相聚了 对 不要轻易离开这个舞台 就是 所以你们是 那我先走 好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所以我们留下来吧 好 恭喜继续挑战 加油 太棒了 太棒了 各位 你即将看到的是摩天下 美丽满天下 你正常吗 第一季 最后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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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好神奇啊 这一题题干叫 《多么痛的领悟》 它价值多少心悦红包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请看 4万元 我们希望这个领悟 可以带给你福利 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们力量 我们来看一下题面 什么叫多么痛的领悟 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做最后一题 请看 你最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什么 天哪 1 多谈几次恋爱 B 快让爸妈买房 C 对不起 没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D 别着急长大 长大了不好玩 这个 这个完全是根据 每一个人成长过程的经历 最后一个对不对 别着急长大 可是我会希望爸妈赶快买房 我想说得多了 你想说什么 我想跟过去讲 那段时间要买股票 哪一支股票都要告诉她 对 我妈要告诉她 对 她说得对 还想过去的自己还想讲 少吃一点 减肥很痛苦的 你有道理 对不对 很多早知道 我看到第三个答案很 很伤心 对不起没有长成她想要的样子 那太伤感了 在座就只有林志玲一个人 长成她想要的样子 有道理 我自己觉得 小孩子都会很想要长大 然后就会觉得说 快点快点经历过这一切 然后学习也觉得 啊 赶快学习 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重要的 然后恋爱就赶快恋爱 赶快找个人嫁了 或者怎么样 所以大家都急着长大 可是真的长大 才会回头看说 那段时间好珍贵 我应该好好珍惜童年的时光 童年的玩伴 还有童年的时候 和爸妈相处的那一阵子 所以我会觉得是 不要着急长大 现在就很多人在微博讲 好希望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还睡在课堂上 对 隔壁还是那一个 曾经的自己的同桌 你抹抹哈拉子 你的同桌跟你讲 快点起来了 你睡了好久 课都要下楼 是要发现你了 你望着窗外的阳光 发现自己还在中学的课堂 好棒 对 我有望着那一段文章 想过那个情景 对不对 好令人想要得到那个 对 再来一次的机会 但是华少一直在节目 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 是 他说中国人都是 务实主义者 是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 快点让爸妈买房 对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 如果你真的回到童年 然后一个小孩子走出房间 跟爸妈说 你们快点买房 爸爸不会理你的 对 这倒是 也有道理 多谈几次恋爱也 好像 现在年轻人应该觉得 现在开始 还可以再多谈几次恋爱 不会回头看吧 对啊 而且多谈几次恋爱 可能多受几次伤 不一定是好结果 所以我们 要不要求个救 好 求 求吗 帮团 好的 要选谁 叶祖星玩得怎么样 玩具兵团跳降伞 跳降伞应该OK吧 选择叶祖星 请看 高空跳降伞 酸甜苦辣对对 叶祖星将在限定时间内 一边感受来自高空的快感 一边同时快速记忆 酸甜苦辣对应的位置 记住四足以上为成功 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 我不能再看了 我越看我越怕 我现在就去玩 现在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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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前 有什么好怕的呀 真是 那么小的小朋友在那边都不怕 起飞后 还用了吗 还用了吗 我打对了 我打对了 我帮你真的成功晋级了 谢谢大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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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看到什么了呀 我好像什么都没看见 真的 你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我们别着急 情感面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如果今天在这个地方 哇 要你对小时候自己说件事什么 天哪 你会愿意讲什么 然后这一刻 当我们讲完了以后 也许你会有机会去想一想 当网友看到这些题 而且特别是 他们在秘名答题的时候 对 你就是完全很自我的时候 嗯 他们会愿意讲什么 Ella 比如说你 请站到舞台的正中间 这是你小时候吗 好可爱 你要对你小时候的自己说什么 怎么有点想哭啊 我想要跟你说 请安心地长大 然后 继续像你小时候一样 张开你的手 打开你的心 去拥抱这个世界 享受 上天 帮你安排的每一刻 然后永远都不要忘记 你自己是活得很快乐的这件事情 张勇哥 哇 好可爱 我想要跟我的小时候说 未来的世界呢 虽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可是依然是美好的 那就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志玲姐押轴好了 好不好 好 这小时候一定也美美 我先来啊 好 你们真的找得到我小时候的照片 你好 初夏 好可爱 怎么都不笑了 我想对我小时候的自己讲 我想对我小时候的自己讲 你担心的所有事情 都发生了 没有一件事情你绕得过去 没有一个困难你躲过去了 但是有一点不错 如果你好像没输给那些事 只要不认输 你会很快乐的 加油 拥抱啊 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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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时光机 时光机 我会和小时候的我说 将来的你 会面对一个 你真的意想不到的人生舞台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起起伏伏 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 你已经快要跌倒了 可是 你会像一个不倒龙一样 把自己撑起来 让一切都可以过去 可以做的时候就做 可以感受的时候多感受 可以说出来爱的时候多说爱 活在当下 每一刻每一刻 好好长大 太棒了 你以前牙齿蛮大顆的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非常感谢 也谢谢大家出时间 听了我们四个人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成长 对啊 其实 我们在做很多事 都是想让大家打对 没错 我们刚刚四个人走上去之后 感觉是没有一样 没有一个人提到买房子的事吧 对不对 所以一二可以删除 对不对 如果再把那个也去掉的话 就只剩下不要急着长大 长大了没有那么好玩 对 可是我们四个人讲话的时候 好像觉得长大了也挺好玩的 但是因为我们四个人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 一般的普通大众看来 我们其实是 算不错的一个成就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享受到这样子的时刻 然后很多人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办演唱会 我的那一段 我就常常跟大家分享 后来的你 你有成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吗 因为其实真的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有很多的梦想 对 可是你不见得会朝那个方向去 你后来做的事情 都不会是你最想做的那个 但是你心里总是有一个梦想 然后都没办法去达成它 然后我就去 而且很多人为了生活 会忘了自己最真实的模样 然后你回过头来看 看到他 或者说你照着镜子说 这个人是谁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我为了生活 我迫于无奈 我必须得放弃我自己 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不起 没有想要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嗯 可能会是很多人的心声 10秒钟请做最后选择 10 9 8 7 第几个 6 5 第几个 4 8 2 1 第二个吧 请你们举起你们认为 应该选的数字 8 3 3好多 你们这么多人都没有成为 你们小时候想要的样子啊 你们小时候都想要自己 变成什么样啊 好想哭啊 2位请做决定 3 对不起 没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对不起 对不起 磨天下 美丽版天下 新干级面膜品牌 磨天下冠名播出的你正常吗 第一季所有问题全部答完 现在只差最后一个答案 快点快点 如果她们答对了 就可以让所有的网友分享 97000元的心愿红包 6月19号上线 中午12点 请19号的时候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拼命按 拼命按 就可以抢红包了 反正都要发给你们的 是的 问题就在于 他们如果答不对的话 只剩下三万七千 是吧 你张了吗 要按得更快了一点 各位 我们直接公布答案 一千万人的选择 选最多的是四个当中的哪一个呢 请接响 恭喜你们 答对了 小剑狗 跳起泰狗 抬到屁股吧 抬到屁股 抬到 抬到屁股 耶 耶 耶 根据我们的网络调查 奇怪 耶 别超级 长大 长大了不好玩 百分之三十三 也很高 让爸妈买房 百分之十一 十一 多谈几次恋爱 百分之二十一 对不起 没有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仅仅比别着急 多了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十五 天啊 真是差一点点难得到很难 真的 谢谢你们帮忙 谢谢大家帮忙 所以要告诉大家 到这一刻 九万七千元 六月十九号开始 我们就会正式上线 我们也掌声再次送给 送给我们的 蔡康永先生 康永姐姐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棒的节目 今天我们的特别两位嘉宾 蔡康永先生和林志玲小姐 所得的所有新月红包 都将全部分享给所有的 网友朋友们 是的 不要忘了六月十九号中午十二点 赶快开始抢红包 是的 赶快扫描一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就有机会 得到康永哥 以及志玲姐姐 迎娶的新月红包 不要忘了 再次把掌声 送给两位特别来宾 谢谢 这一季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各位观赏 由摩天下美丽满天下 新概念面膜品牌 为我们冠名播出的 你正常吗 都是在这里 我们要谢谢QQ空间 QQ浏览器 独霸王子大权 和青山影视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各位朋友 你正常吗 要跟你说再见 但是咱们第二集再见 再见 恭喜 我很会模仿 韩国人跑架 继续 你问我啊 你好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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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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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知道她为什么 急于怀孕了 她很需要有这个武器 我顶她 喂 我们也想特别地说 我们祝福 Ella 又老了一岁了 Ella 生日快乐 这里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Happy Birthday Ella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我很快乐 我要发生日快乐 你去哪 你是回来 你是唯一的小虹 我只爱你 你会为我 是 WHO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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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感觉 谢谢 你很快 谢谢 嘿嘿 看来你是选中了我 算你有眼光 加油 小魔女吴墨潮即将挑战的 八四光年心机立衔 是一个极其精选刺激的射击游戏 它需要在黑暗的时空隧道中 用湖外线射击罐兽 来帮助八四光年 打败索克天王 拯救宇宙 全程累计分值 需要超过十万 成为行星技师 才算通关 默默准备好 穿越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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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不起 这不是恐怖片 请继续关注 对不起 这也不是枪战片 请继续关注 准备开始咯 准备好了吗 莫莫莫呀 还能不能做朋友啦 宇宙还等着你拯救呢 快点得分呀 打得好欢乐呀 可是只有15000一 这种分数怎么好意思见人 莫莫靠你怎么拯救地球啊 如果今天没有帮到那个选手的话 我想说你要加油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的 哈哈哈哈 选我 一定没错 在接下来的旋转杯挑战中 名模流畅还能保持在题台上的风采吗 嘿嘿 游戏中 他需要记忆场外的四张 景点post图片 及拼号 并按正确顺序 完成模仿 若顺序计错 或动作不达标 就算挑战失败哦 第一个是马尼连梦露 第一个是马尼连梦露 第二个 什么咋不到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Fruity Fruity连这个这个动作表达 三个在哪儿啊 第三个是比雷 比雷 对了就是麦克杰克森 第四个第四个 第一个是什么我的话 第一个我已经忘掉了 第四个是米奇 第四个是米奇 好吧 接下来我就去完成这四个动作 我已经赢了吗 第三至四 对对对对 但是应该是这样 三个先生 这个是米奇 inclusively 千居supply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生男腰绒工作 啊 her 她 filmed 她正好 是我 蜜老鼠 选择我 我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 走 看我呢 哈哈哈 Siliconока 接下来高云祥将为何任务助手 乘坐电磁乡车 开始一趟神秘之旅 他们在感受神奇视觉效果同时 还有一个挑战任务 就是鼠青死心中可爱的小猴子 一共出现了多少次 感谢大家 让你来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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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红吗 没有 你看那个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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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傻我 带我一个 看到了 好痛 好痛 抱着手猴 刚看了 那你麻烦了 我不能告诉你 你刚才说帮我手去架吗 太刺激了 光想躲了你知道吗 我刚才抱手猴了 怎么办 抱手猴了 怎么办 没有十个 九个 我还够猜的 我觉得应该这样 那最后一把 应该是六个 六个 这么少 确定 六个 确定 是的 推讯视频 你正常吗 我们现在马上要展开 香港迪士尼乐园的 大够站了 这个正常吧 正常 而且我们特地 邀请了明星好友 来到这边 挑战游戏关卡 帮助选手们打你哦 是的 因为如果这些朋友 能够顺着展开关卡 并且顺利通过的话 他们就有机会 帮助我们场内的挑战者 降低游戏难度 赢取大奖 是的 但是哦 挑战游戏关卡 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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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题的人是 我们 老阿 我迫不及待了 后面有人崩溃了 后面有人崩溃了 最好玩 最好玩 别看华少艾老玩得真嗨 其实他们内心正在盘算着各种正人妙招呢 面对两位整国大魔王即将到访的各路明星们究竟会接受怎样的挑战呢 小小哥哥 你看看 这么大 这样子相信的正常吗 我的爱情也就哭得以悲惊 我 我 對 太開心了 你不覺得我們的學長很幸福嗎 這麼多明星幫他們答題耶 但是我們都累成這個樣子 整個明星會不會更慘 可是其實我們是玩得很開心的 我相信選什麼 應該也很開心吧 短視頻 妳正常嗎 李思琳 再見 妳正常嗎 妳要幹嘛 走 打開 謝謝 你們 我會在網身後 吃 走 走 感谢观看